大学开学了 有这个政大学生的家长投书给媒体 说他看到女儿拿回家的宿舍 价目标表是非常惊讶 因为里面呢竟然有单人房 有顶级的景观套房 收费呢一学期要价三万三 他执疑 难道现在大学宿舍也分豪宅和贫民窟吗 窗外美景青山绿水 这可不是哪个景观饭店 而是政大学生宿舍 有部分单人顶级景观套房 打开窗就能看到101景美西 但只有五平大 一学期就要价三万三千一百五 比美景观的普通房贵上一千块 你要去看景观的话 上楼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没有什么必要去刻意选 因为你平常应该不会刻意的去看 会想要住的是因为家里经济上有问题 才会想要来住 不然我们要花更多时间去打工 学生探能省则省 但宿舍等级价格差很多 最便宜的私人房 一学期八千五百五 和最高档的景观套房 差了两万四千六 身为家长之一的 华泛大学教授 吕建吉投书媒体 问难道学校宿舍 也有贫富之分吗 他指引豪华景观房 有五平共二十间 可住三人的 现在只能住一人 等于牺牲了 六十位学生的住宿需求 家长之一宿舍分级 形同分豪宅区跟平民区 两栋小林的宿舍新旧之差 收费就差了一万八 政大校方回应 景观套房的价格是 自制会定力 只有二十间比例很低 但一学期三万三 考验学生经济能力 学校屁裁员 把选宿舍搞成挑饭店一样 引爆争议 最近新闻林东民 上运民台北采访报道